见识8个来袭 业障碎片解锁南光孤爵 浴火真车 白票幽灵币特性 来了 玩手老宅有许愿 安倍8个送给钱 干嘛 今天老热家要和大家分享一个 白票火焰狂欢热火幽灵币的一个朝强特性 只有热心粉丝 血谋将有地分享的老热清彩有效 接下来就将他的操作方法分析给大家吧 首先先建议大家准备2500左右的幽灵币 然后一次性购买7张南光公爵的皮肤碎片 退出游戏回到元气骑士的主界面 远程和远程连接模式创建一个房间 随便选择一个角色点击任务 购买第8张南光公爵的皮肤碎片 皮肤激活后进入连接大厅 满城远后进入地牢 打通本层关卡后进入一个二关 这里不用打了 直接退出游戏 先暂停一下老人说点题外话 如果这时候有寿母吐槽老人 半路跳车不文明不道德 那么麻烦你看一下我的队友 在开局之前都在干什么 都在疯狂地扣问 进入地牢后还扣 这是因为他们是来拿 不是哥们儿皮肤的 因为他的条件是连接地牢中 连接扣10次问 所以这些队友拿到成绩后 跳着跳的比我还快 因此我的良心 根本不会痛 咱们继续回到之前的主题 回到游戏的主界面后 下载云村档 这里会提示失去皮肤 不用管它 接下来回到游戏 点击皮套王子 看看这张皮肤 一直被激活了 而之前购买7个碎片的 优优币全都回来了 直接省了1个亿 剩下的其他皮肤蓝图 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激活 这究竟是当前 卖不成最强的版本特性 有需要的小伙伴 速刷 我可不想成为下一个 两无同意犯 为了防止有关于小伙伴 没看懂 我再把浴火战车的激活方式 也发现给你们吧 先购买3张浴火战车的 图着碎片 创建联机房间 进入游戏 主界面 然后购买第四张 浴火战车蓝图 再去大厅右侧的工坊中 激活这张蓝图 进入联机大厅 开启联机地牢 打通一杠一关 进入一杠二关 然后退出游戏 进入云磕档 下载进度 重新选择游戏 再次进入云磕大厅 我们的bug就成功了 虽然提示蓝图碎片还在 但是工坊中的蓝图 已经激活了 浴火战车 已经可以锻造 接下来上传磕 二屋了 齐活 好了本期内容 先到这里吧 我是日更OP主 游戏人玩家 点赞加关注 咱们明天老师见 不见不散